灰色机车靠右想骑到机车停等区 没想到红色宝石杰副驾驶座车门突然打开 碰得一声撞倒机车 女骑士摔往路边撞上行道树和路灯灯感 示范在9月2号早上8点多 北市贵阳街一段 下车乘客是北一女学生要去上学 开车门没注意路况 但其实这里是红线路段 临庭下车本来就违规 不是一个很稀奇的事 因为这种一不小心就会发生这种事情 假如是汽车开门没有看的话 那就是汽车的造势责任比较多 当然是选宽的地方走 我有点紧觉性的话是不会钻这样子的 首先当天下雨机车车速慢 骑士首部擦挫伤没大碍 但外界讨论开着车价800万起跳跑车的驾驶 擦装后有没有下车关心 由于贺车行车记录器没拍下全程 更引发关注 根据了解 跑车驾驶是女学生妈妈年约40多岁 受伤的女骑士则是60多岁 由于道路右侧水沟盖也是属于道路范围 骑士可以通行 警方说从行车影像和路口监视器 以及两车刮擦痕迹初步研判 照应是跑车开门没注意 违规引发事故 会遭开罚1200到3600元罚还 另外如果汽车想停车 让乘客下车也必须打双黄灯 提醒后方来车 也应该靠近路岩石 贴路边近一点 乘客两段式开门 才能避免意外事故 TVBS新闻联明 同学们的调报导 想扩大国际视野掌握趋势 请订阅专门报导 国际新闻的YouTube频道 TVBS国际Plus 记得要开启小铃铛哦